从小他们就离婚了 然后妈妈有新的家庭 然后爸爸因为比较不负责任的那一种 然后我从小就是在孤儿院 就等于是一个亲 然后是阿嬷帮我领养回来的 我们的感情很好 就像妈妈一样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客人的时候 他就会拿杂志或是报纸 就会说这是我的孙女 就是跟他们讲说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很多人采访 那我新的因为我想要成为他们的骄傲 就会说参加这个比赛 그래도我就能够的开心 感谢您的感情 auch感谢您的感情